六七岁的时候 拥文在晚上上厕所什么之类的摊完 从山谷上面就掉到了山谷下面 就掉下去了 一直没有找回来的 没有找回来的 那么这个孩子呢 就是在山谷里面 可以说是会哄养大的 所以都是在树上哄哄哄的 那么穿梭之中的 活了一个人都不是活了将近二十年 将近二十年 所以出现这个事情之后 那么又发现了这个山谷啊 非常漂亮之后 那么我们政府决定 把这个大峡谷给开发出来 别有冬天 有山有水 有湖有冬 非常的漂亮的一个美景 那么大峡谷开放之后呢 张家界呢 有像这样的大峡谷非常多 那么为了打造更多的特色 因为说过了张家界你来了以后 你通过你的手机Wi-Fi 你会发现 发现什么呢 你会发现张家界的世界第一太多了 我们去过多少项